南医书局国语三上 九 有学问的鱼 背甲像钢盔 加上长长的尖尾巴 是我特有的外形 有人叫我钢盔鱼 又有人说我是有学问的鱼 但我不是鱼 而是节肢动物 猜对了吗 我是后 两亿多年前 我就已经长得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外形没有多大的变化 是人们口中的动物活化石 小时候 我们喜欢在沙滩上活动 像推土机一样 在泥沙中到处找食物 还会留下一条穿字的图形 长大后 我们最爱在大海中自在地游玩 像潜水艇一样 在海底来回觅食 不管是小海虫 还是浮游生物 都能让我们大快躲移 不偏食 可能是我们长生的秘密吧 每年的六月到九月之间 我们会成双成对地回到沙滩上 生下一颗颗小小的厚蛋 而这些像珍珠的蛋 以后就是我们可爱的宝宝 可是 现在沙滩和大海都受到破坏 所以 我们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请大家留给我们良好的生长空间 让后子 后孙能生生不息 这是我的愿望 你们能帮帮我吗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